咱就是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叶峰不仅眼瞎,记性还不好 我记得我刚开始玩这个系列的时候,好像就在野外遇到过这种银石 我还提醒过大家,哎呦,这有野生的银石 然后我后来自己就忘了 而且最无语的是,我家门口就有一个这样的祭坛 我昨天看咱们的昨天视频的评论区,好多人提醒我 昨天跟在三期视频里面,每一期都有人在提醒我 真的,当我看到这些评论的时候 我都想给自己两个大嘴巴 因为我之前自己发现的,自己还能忘了 真的是太无语了 现在我们就能把转化桌做出来了 这是材料都够了,咱们身上这点东西基本全够 先整个转化桌出来 转化桌出来以后,我们背包里很多东西都可以不用占用空间了 然后也能把一些方块复制出来 其实剩的方块不多了,我估计剩的方块里面厉害的应该也不多 就感觉着就不打地的,咱就是,哎,玩几个就过,行吧 抓紧时间,哎,抓紧时间,哎,对了,对了,我想起来了 我这还有好几把剑还没卖呢,是吧 先把牛奶卖进去 这里边,我先看一下啊,这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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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个亿卖进去,真的八个亿,哦,再卖一个八个亿 满了,转化桌卖不进东西了,兄弟们,卖不进去了 这大整个 最无语的一件事,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我卖的是一把价值八个亿的钻石剑 但是,我要是想把那八个亿买出来 我都得自己做红物质才能把它买出来 不然我要买一箱子的钻石剑 这样的话,我们的转化桌的功能就失去了效果 这样我就是得先做一个便携式 然后一会买点红物质块,放在箱子里 才能让我们的这个转化桌有那个,叫什么来着 整理物品的那个功能,随身背包的功能 不然转化桌直接填满,对我们也没什么好处,说实话 先来一个暗物质嘛,是吧 所以先凭后看,养成习惯 大家随便一个表情包,都能为叶峰增加点播放量 谢谢大家,谢谢 现在反正就只凭不看,养成习惯 什么都行,无所谓 我怎么感觉我好拿错东西了 谈笑间我就拿错了 拿个暗物质,我无语 来来来,应该是暗物质块 暗物质是做不了的 现在我们就拥有了便携式 把这个便携式卖进去 然后我们把便携式再拿出来 紧接着,拿它和它做一个红物质 然后红物质跟红物质这个块 我们要做的是块 不然我们的转化桌是放不了东西的 给它合个体 OK,这就是红物质块的 来卖卖卖卖卖卖 这就是我们的固定的资产 EMC值 看,一把剑可以换这么多组红物质块 这个剑嘎嘎值钱呢,兄弟们 刚才那把剑不是了 我以为那把剑也是呢 EMC值这是这么久以来 为数不多的 刀腾得非常爽的一次 该卖的卖,这些都卖了 然后比较无敌的剑 这把,这两把一样 这把比较高 那把这个放在家里 这些用不了的也先放家里 妈妹也先放家里 这些里边还是有能卖的 处理苦力怕弹应该是 其他都能卖 像这些附魔书咱都不要了 这都是垃圾附魔你知道吧 垃圾附魔咱们都不要了 然后弹也收起来 这些都可以卖了 把这些附魔都卖了就行了 这些附魔留着没什么用 卖的比较好 现在我们就整理完我的箱子了 就可以出去了 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幸运方块列表 接下来是哪个幸运方块出场 而且我觉得我已经确认 大概差不多 那个方块 我们已经确认的差不多了 对吧 里边大概就那么点东西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拿个哪个方块 这个刚才我们玩过了 如果有什么遗漏 以后再说 然后接下来我们玩这个 这个可以卖的 是吧 这个可以卖的 我自己买就行 咱也不是没那条件是吧 家也不是没条件 买一组还是买得起的 我来看一下这个方块 长得像什么 先离家远点 这是第一 因为不能把家给毁了 是吧 因为开个方块 家没了 这呢 这个方块会闪烁 好像闪出了一张 秀脸 开一个 得到了一个 哦 精准采集灵的稿子 兄弟们 这把稿子有故事啊 对吧 但是它只是值钱 其他附魔 啊 完了 小心点 这个方块有爆炸倾向啊 兄弟们 有爆炸倾向的方块 一般都非常危险 我觉得这方块 没准能够打我 带走 吓死我 哎 怎么回事 还炸两次啊 刚才炸一次 这回炸两次 go go 炸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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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三次